6月27日,杜江一家在阿纳亚海滩被偶遇 恩亨也罕见现身 当天,杜江黄色T恤与灰色短裤尽显度假风情 儿子恩亨则专注地探索沙滩 他的成长令人瞩目,愈发向父亲杜江 然而,这次旅行中,最受宠爱的却是珍珠 被杜江小心呵护,竟想首次旅行之了 杜江在珍珠喝水时,目光专注 流露出对小动物的真挚喜爱 暗晚,霍思燕一家再次在黄金海滩被网友遇见 霍思燕美丽动人,恩恒的礼貌与热情令人称赞 他热心地为网友介绍珍珠,还贴心帮忙拍照 珍珠的幸运,源于霍思燕一家的善良与爱心 他们收养珍珠,不仅给予他温暖的家,更让他宠获新生 霍思燕一家一直是蒙宠爱好者 家中已有八只小猫和两只小狗 霍思燕对宠物的呵护无微不至 他曾以小猫难产而伤心 也曾透露喜欢闻狗耳朵的味道 如今,珍珠的加入,让他们的家庭更加温馨 最后,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